刚才介绍的筛选器 就是从这里我们先把信件找出来 其实它有很多的作用 第一个是你先设定我要找出哪些信件出来的 之后你按了这个右下角 根据这个搜寻条件建立筛选器之后 后面第二步就是筛选器 你可以做了很多动作 比如说呢 我说如果你有常到收到某一个人来的信 可是你根本不喜欢看他的信 或者我们统称垃圾信件 如果这些垃圾信件你不要 你也可以把它删除掉 我举个例子 像比如说Windows上的Chrome有新的登入活动 假设这些以后你不用通知我了 我希望这个东西我就不要看到多了这些 其实它是安全起见才会给你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你真的 你以后真的不想看到 你也可以设定这是标题 你看我通常标题的字这么长 我要怎么去把它copy下来 你可以先点进这个信件 然后信件的名称在这里 你把它反白 按着拖过去反白 之后你可以按Ctrl C Ctrl C怎么按 通常你可以用左手 小指头按着Ctrl不要放 然后另外食指去按C 就叫Ctrl C 就是复制 复制 它复制其实不会有任何动作 它只是把它 把你这一串字记在记忆体当中而已 OK 那等一下我们在规则里面再把这些字贴上 好来 我回到收件桨 接下来我要设规则 因为这是标题名称 所以我就这里要下拉 现在这是主子 就是标题名称 我要把刚才在记忆体当中的东西给贴上 我也可以用快速键 如果不用快速键 我可以用按滑鼠右键选贴上 但是各位有没有看到这边后面有一个 这个就是快速键 Ctrl V 所以假设以后各位习惯了之后 能够扫动滑鼠 你的打字才会快 所以呢这时候我只要点一下之后 再到这里按Ctrl 小指头按着Ctrl不要放 食指去按V 字就贴上了 Ctrl C是Copy 复制 Ctrl V是贴上 OK 以后电脑有很多快速键会陆续介绍给大家 好那现在阻止是它的 假设我希望以后收到阻止是这种东西的 我直接删除 不要了 那我就在右下角 根据这个搜寻条件建立筛选器 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 我可以直接选删除它 然后呢 要不要套用到过去收到的信件 如果要就请打勾 如果不要当然你可以不要打勾 然后只要你按了建立筛选器 以后有这个信收来的 它就自动删除 OK 这叫做删除它 所以筛选器还有很多功能 那另外呢 待会我们再来讲其他可能转记的部分 但是如果各位可能现在找一找你过去的邮件当中 如果有哪一个市场商你觉得寄来的是垃圾信件 请你先可以做这个筛选器把它删除 请各位做一下 请各位做一下 再见 谢谢大家